我的天呀 哈喽哈喽 来 跟我们所有的这个 正在直播间里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们一起打个招呼 321 哈喽大家好 我们是 TNT时代少年团 好 欢迎你们 哇 你们打招呼的方式据说真的有很多 还有就是我看到有坐下的那种 对不对 刚才是手牵手的那个TNT 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各位分别来和我们正在观看 他一次直播的粉丝朋友们分别来打个招呼 好的 没问题 是不是 骂哥 哈喽大家好我是 时代少年团马家琪 哈喽大家好我是 时代少年团丁程兴 好 不知道看哪个机会 哈喽大家好我是 时代少年团宋亚轩 哇 哈喽大家好我是 时代少年团 李奥文 哇 哈喽大家好我是 时代少年团 张真元 哈喽大家好我是 时代少年团 严浩翔 哈喽大家好我是 时代少年团 赫俊铭 欢迎大家 再次欢迎来 请入座 请入座 我们现在这个弹幕里 大家评论区 我看到全是 看到你们都非常的疯狂 很高兴 请坐请坐 怎么样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现在 呃 对着我们所有的朋友 我特别想问一问你们 就是作为 太子大中华区品牌大师 来到直播间 和我们分享一下 为什么会选择代言太子这个品牌呢 因为觉得其实是从小用到大 嗯 不是吗 对 感觉从他在家就能看到 太子的那个洗衣粉 然后现在慢慢变成了我们的洗衣扭 对 来我们还有 就是 其实像他刚才所说的嘛 就是太子是陪着我们这一代长大的感觉 所以 有家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太子 哇 好会说啊 来 对 然后在你之前在宿舍的时候 我们也会用太子洗衣柱来洗衣服 就是囤了很多用 对 好 来下一位 呃 其实 确实实就是大家 因为 之前 我们助理 房间就会有很多很多 就是囤 全是 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就是会说 就都拿来用了 嗯 还有很多没用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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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在用 而且没用完 不算什么 今天还管购 好 谢谢小文 来我们看一看 张真元 就是 就是我们 就像他说的 就是特别多的洗衣 而且 每次啊一颗就能洗一桶 嗯 我觉得特别方便 哇 看来对我们的产品都有深入的了解 必须的 而且今年的话也是太子品牌的第25周年 嗯 然后在这个节点和太子合作拍摄了这个大片 其实我们也非常的开心 是 太子是95年进入中国的 对不对 来 我们看一下 对不对 我觉得就是 首先这个洗衣凝珠 它其实算开创了一个 新的洗衣的一个方式了 对 就像上次 因为我们宿舍那个阿姨 她还不知道这个东西 可以把什么 所有颜色的衣服都一起洗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 我和她在那儿争论了十分钟 我说这是可以一起洗 她说是可以一起洗 我先把白的鞋 白的黑的都可以一起洗 哦 因为有太子 洗衣凝珠 是 可以护色防串色 对不对 你看看刚才这段发言当中 我们能看出什么 环境非常的重要 身边的人都在用 说明我们的太子品牌 真的是家喻户晓 而且是深入人心 还有件事是什么 用太子这些啊 你真的得从娃娃抓起 都是说从小家里就在用 看了长大以后自己也要用 对不对 是 所以今天还是那句话 来了我们的直播间以后 以后太子管购 好不好 好 这段时间啊 其实一直有在追你们 这个少年onfire的这个打歌舞台 其实为我们带来很多的 这个很棒的作品 包括看到跟你们去年的 你们相比 我觉得成熟了很多 进步了很多 包括在 全市这个舞台的自己的 把控程度上 包括在各种方面 技术也好啊 自己在舞台上的呈现也好 非常非常棒 我相信屏幕之前所有的爆米花 也很期待说 你们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最近你们的工作状态 或者你们的个人动态 可以 对不对 挺满 主要就是工作 然后还有学习 那其实自己自由安排的时间就很少了 是 对 那平时自己自由安排的时候会做些什么 或者说一定会去做的事是什么呢 对 洗衣服 对 对 对 平常没时间洗啊 对吧 有时候 因为我们住二楼 确实 然后洗衣机在 那个 副一楼 然后我们一般就会把衣服堆起来 你知道吗 对了很 就每次堆了很大一头 然后休息的时候 一下就是把它都进去洗掉 对 拿下去洗 那这款就太适合你们了 对 这一颗 把它全部都洗掉 对不对 而且深色浅色都可以在一起洗 因为大家跳舞嘛 废衣服 很废 然后一键扔到那儿又不想洗 然后第二天扔扔扔扔扔扔 扔一周之后 就老师想散着 下来的 对对对对 我明天再洗 然后这个就很方便 全部扔一起丢进去就OK了 是 这款洗衣灵珠不仅使用方便 而且性价比啊 其实非常高 一颗刚才 我们说到了 可以洗干净一整桶衣服 而且深色浅色可以放在一起洗 非常适合学业和工作 非常繁忙的年轻人 就有了它之后 大家不再会为没有时间洗衣服而烦恼了 那么今天趁着双十一的价格优惠 非常适合囤货入手 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这个太字 护色防串色的薰衣槽洗衣凝珠 十九颗装单盒二十九块九 限量前六千单 买三盒再送一盒 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次限量的前六千单 买三送一 送明信片 贴纸 刺绣贴一整套 也就是给大家的福利 也要谢谢大家 对时代少年团和对太字的支持 那下单之后 大家也不要忘记 在微博带话题 时代少年团的生日烘趴 下单 并且at我们的太字官方微博 我们将会抽取七位幸运的粉丝 赠送时代少年团 身穿太字二十五周年服装的 时尚大片的集体签名照 就是我手上的这张 要展示给大家来看一下 非常非常帅气 而且有每一个人的签名 当然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主品赠品是分开发货的 请大家耐心等待 那太字刚才我们也提到 早在九五年就进入到中国了 今年刚好是二十五周岁的生日 那今天其实我们的少年团 也将会在直播当中 为大家来送上爆米花的专属福利 对不对 好 而且今天我们也为挑战 增加了更多的趣味性 大家看到我旁边的架子上 这有一个不完整的拼图 这个不完整的拼图 今天你们将会通过不同的游戏挑战 来获得不同我手上的这些颜色的拼图 然后把这个拼图把它拼完整 拼出来 最后你们拍摄的太字二十五周年 服装时尚大片 以及在直播间 我们将会完成花絮视频的首发 准备好了没有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了 我们先来热热身好不好 好 首先我们要请各位少年 现在直播间的各位爆米花 准备好了 准备好录屏 因为我们现在要请每一位少年 来为我们的爆米花们说一句 暖心早安雨 准备好录屏 准备好录屏 各位爆米花们快点起床了 Wake up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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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错了 机器了 喝点咖啡 转点音乐 我觉得生活很快 有玩事 然后你就可以开启行动力爆表 又实力出彩的一天 这还有街上的一句话 来 所以呢 我们这一天就可以向着我们所想拼搏的目标 一起冲呀 冲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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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想吵醒大家 对 刚才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们有一个魔咒 就是如果你要把这个 呃 一个一个铃声或者一个音乐 定成你的起床闹铃的话 其实是有魔咒的 就是你听听他听听他就觉得 哇 对他会有一些反应 听到他就觉得我要起床了 但你们刚才的那种 润目细无声的那种感觉 就是又不吵 起床了 但 快点 自己摘一层 快点 你快点 起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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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整个的这样 但是你们刚才那种轻轻柔柔的 然后把大家叫醒 我觉得都会是美好的一天 我觉得都会是美好的一天 我刚说那种可能会很好笑 嗯 看错机器了 不好意思 哈哈哈 在这里 没关系 我们早上起来都要找衣服 哦 用太自洗过的衣服在这里 穿上它 还有淡淡的清香 这个就会让我们更加的舒服 哦 在这里 可以 这里 厉害 在早上按时起床的话 那晚上就要怎么样 晚上就得按时睡 对不对 对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压力很大 喜欢熬夜 然后晚上又睡不着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先洗洗衣服呗 睡不着的话 所以说这个凝珠就特别方便 衣服洗完了就没有压力 闻着 闻着 闻太自洗过的衣服 是 还要把这个床单啊 床罩啊 也用这个洗一洗 因为是什么 薰衣草它是有安神的效果 不行 对不对 洗完了以后 吃得了 我们就会带着这个淡淡的薰衣草香 然后入睡 晚上睡眠质量不好的朋友们 可以下单 这个试试这款 今天我们直播间的优惠力度 还是非常大的 要告诉大家 太自护色房串色 薰衣草凝珠十九颗装 单盒二十九块九 限量前六千单 买三盒再送一盒 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次我们限量的前六千单 买三送一 送 我要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我们有明信片 还有贴纸 还有我们的刺绣贴 刺绣贴也会随机 来给大家发送一个 这个是为大家争取来的福利 要感谢大家对 时代少年团 以及太自的支持 上次预售没有买到的朋友们 这次你们的机会要来了 但同时 也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主品 赠品是分开发放的 好 刚才我们的少年们 已经完成了早安语的任务 接下来我要为你们 发放第一张颜色拼图了 这一张 我们把它拼上去 好不好 好 应该是这里吧 应该是这里 对不对 这一个不好 还不错 好 我们现在已经拿到第一张了 哇 真厉害 是 我们今天晚上就要把它全部都集齐 那么接下来 我要问一问你们 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 你们的购物车里面 会准备些什么呢 我先给你们看看 我们现场今天准备的这个购物车 真的吗 我们真的是拖了个购物车来的 我的天呀 有没有 你看这里面 这个衣服好好看啊 这个衣服 你说是哪个 这个 都好看 火锅底料 那我觉得当中更好看的那件是 白色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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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件事 黑色也不错 是不是 这个是我们泰斯25周年的这个特别款 当然 除了这些 还有你看 袜子啊 还有你看 火锅底料 一眼就看中了是不是 我还看到辣子 还有看到辣子 还有看到这个 对不对 去吃火锅的时候 也记得要用我们的这个太字的洗衣柱来洗衣服 对 还有你看我们的太字产品 还有这个潮包 这个都是今天我们会当做福利送给大家的 真就可以推回去呗 好看的 我说真就可以推回去 真就可以直接推走 对 那没错 好的 给你放在这儿 我说的今天管购 好吧 一车可能不管购 我说的可能不管购 但是 这影机后面那些 啊 后面有 好 刚才我们说到了 想问一问大家 你们的这个购物车当中 会有一些什么呢 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吃的喝的日常用品 还有我们的这个是啥 这啥 这啥 护色 黄色 这什么味儿的 薰衣草味儿的 薰衣草味儿的 薰衣草可以干嘛 可以住眠 安神 不行 我睡了 太有用了 我真的睡了 所以今天我们现场是会不定时的就进入到一段群口相声的表演 是不是 是不是 主持人整个不需要 今天结束把我们整个直播间的货 答应我都打包带走 好的 的确我们这款洗衣草 除了好看的造型和包装便于携带之外 其实它在功效方面 经过了我们研发人员的特别研究 我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它是添加了这个3D护色因子的 我们刚刚说深浅放在一起洗 它防穿色的效果会非常好 使得衣服可以长穿长新 哇 这是我们太子觉得非常非常强大的地方 而且大家可以买回去给家人 然后呢让家人来解放双手 对不对 嗯 好 这聊起日常生活 我们大家一起每天训练一起学习 彼此一定非常了解和熟悉 那接下来 我们就要来玩一个默契大考验的游戏 玩了 好 那我先给大家来发一下道具 这个道具我玩一下午了 哦 来来 玩一下午 谢谢 拿着这个手指时你掰断 来来来 掰不断 这个断不了 这个会断 这片按摩 你反着掰它就断了 你看我 谢谢 你看他反着掰 各位朋友我们的直播间再度失控 他们家人拿到这个手指之后 完全不顾主持人要问他们问题 在研究这个东西到底断不断 好 准备好了没有 我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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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就开始问问题了 银哥 嗯 当我问出这个问题之后 诶 相信 小赫小赫哈 我这边现在扮演一个教导主任的一个工作 你是不是被虚子草 妈妈 如果你在看直播的话 要当那个六千分之一哦 要记得哦 不然那一车你就可以拿回家了 好吗 太可爱了 好 这一轮的游戏规则是 当我问完问题之后 三秒钟 大家一起就是指向你的答案 好不好 好 来 首先第一个问题 谁的卧室当中没有穿的新袜子 是最多的 3 2 1 我们服装师姐姐姐 还在服装师姐姐姐 还在服装师姐姐姐 她不是在我们请室 她不是在我们请室 她不是好 谁卧室中 对 谁的卧室当中 不知道的 不知道 我们都是从她那儿 对 那我们就指向外面吧 指向服装师姐姐 3 2 1 指 门口 指门口 好 来 接下来我们那边后期批一个服装师姐姐姐 来 第二题 请问 谁洗衣服洗的是最勤快的 我还好 3 我记得张哥 我记得张哥 我每次在下面 我每次在下面 我每次在下面打台球都看到他抱着一堆衣服 就吹下来了 你看 他洗衣服 我感觉他是每天洗 而且每天都有一堆衣服 你怎么团那么多衣服 主要是 我天天都想看到太子洗衣凝珠 哇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老代祸小能手 以后我也得回去天天洗啊 是 是吧 我开口就是好家伙 好家伙 好家伙 老代祸小能手了 你看看我们摄影机后面的 你看那一张张笑脸 笑得合不动嘴 你看是不是 说得实 好 我们接下来 这道题目 准备好请回答 请问 谁 最爱穿不同颜色的衣服 3 2 1 请指 正元 我觉得第二 我觉得第二应该 那第二份 我 哈喽 还是正元 怎么可能是我 还是正元 还是正元 我 丁哥主要是裤子颜色 对 五颜六色的裤子 真的五颜六色 五颜六色的 我挺统一的 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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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次穿那个一身一套 那一身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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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块一身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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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黑蓝 我以为是睡衣的颜色 还是张哥那天那个绿衬衣加绿鞋 我觉得比较经厌 那天真的是 什么 他有一天穿了一件绿衬衣 他本来不是穿的那个绿色鞋出门的 但是他到了公司之后 他换了一双 我是觉得那双绿衬很配我 那个绿衣服 只要他过来他还要 他还要 怎么样 好 可以了 教导主人在这边一直看着你们下来 哦 我一直记录下来 看看谁哪天穿了什么样的颜色 所以这一轮好像又是张哥的最多 可能是吧 好 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这道题目 请问 谁入睡时间最短最容易睡着 我了 三二一指 我了 翔哥 姚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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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姚翔真是姚翔 3秒 姚翔 姚翔 丁程鑫指的是自己 我不管 然后这边指的都是杨浩翔 杨浩翔指的也是自己 我记得杨浩翔在韩国的时候 我们还在聊天 他说我先睡了 然后过了5秒钟 这天他在打呼了 因为 他不跟你 来接点了 太吓人了 所以 请杨浩翔发表一下获奖感言 就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为什么 你再说一遍 就是我之前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知道 但是到现在我才发现 原来之前洗衣服都是用的这个 护色 防颤色 防颤色 薰衣草 然后就帮助我很快就睡着了 真的 今天要试试 今天回去 闻到他的香味 对不对 就很快就能睡得着 因为我们的薰衣草香味 你用它洗完衣服 或者洗完这个被套 背照什么的 它那个香味是助眠的 对不对 对 如果睡不着觉的大家 现在在直播间当中 晚上如果有这个睡眠困扰的 可以下单这款来试一试 这我们的太子薰衣草 起衣凝珠 他是助眠的 那接下来第五道题目 请问 谁最爱穿破洞裤 321请指 这个从 肯定赫尔啊 很早之前 哦 赫尔 都指的是小赫尔是不是 所以小赫尔 不仅是破洞裤 我还穿黑色的 还要穿黑色的 我机会里基本上 裤子都是黑色的 黑色破洞裤 但是都是破洞的 破洞的很多 那现在进入到秋冬之后 还穿吗 所以买裤子非常困扰 其实老实说吧 有两三条 其实也是从服装师那拿的 哦 破洞裤裤 我可能要代表 我们的爆米花 把你的破洞给你缝起来 缝起来 毕竟秋冬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景色 没关系 洞裤会越来越大 对 我们里边会穿 秋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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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应该穿花的 就应该穿花的秋裤 就应该穿花的秋裤 那没关系 那没关系 那没事 想问 再问一下 直播呢 连主持人都不知道场面上发生了什么 这场直播为什么 问个事情 你穿秋裤穿花的还是纯色 我穿秋裤 哥这个年纪基本上不穿秋裤了 很年轻 如果你要穿 你会穿花的还是纯色 怎么 好 我如果要穿秋裤的话 我应该穿纯色 对 行 刚才是准备好了套路还是 没有没有 还没有播出的一个东西 然后当时我们讨论的是这个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好不好 好 那接下来的这个问题 我们再来看一看 请问谁最爱买衣服 廖文 廖文 还在是廖文 廖文 特别最近 特别是最近 最近吧 特别是最近 你知道我对你哪套衣服的印象最深吗 嗯 就还是那套 那个时候 一套蓝色的运动装 哦 记得吗 反光那个 哎呀就是那个 S开头的那个 我天哪 和丁哥一起 S开头的 什么呀我不记得 那套衣服 太夸张了 真诀 比我颜色多还夸张 哦 你不觉得那套蓝色 你不觉得那套蓝色 我觉得 如果说 他非得一踏进门站中间 对 对 那套衣服 对 对 所以每次停都是他 哦 因为看得太明显 对 对 所以廖文刚才有说 我觉得不是我 那你觉得是谁 我觉得应该是 呃 呃 你 别指 丁哥吧 哦 确实是丁哥 你刚指半天 我总觉得你还要指到自己身上来 好 我们接下来 把麦带一下 我们接下来再问这个问题 请问 谁最爱吃火锅 还得是我 还得是 你自己的这个场面 太壮观了吧 这也 老师打一个大拳颈 这段题目是谁最爱吃火锅 我最爱吃火锅 孙亚轩 孙亚轩你爱吃火锅 你爱吃火锅 哦 孙亚轩也好 孙亚轩 太可爱了 所以大家现在知道的题目并不是说觉得谁 而是对谁有质疑 都只是自己 对不对 整个反转了 那肯定了 火锅真的没有人不爱 特别是到了这个冬天以后 对啊 总想吃火锅 特别温暖 对 但是吃完火锅身上有味怎么办呢 没有油 用太刺 太刺 特别日式吃火锅要干嘛 要穿一身白 哦 要穿一身白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衣服上弄到油了 才能体现出我们太刺 有多大的功效 哇 小赫啊 老相声人了呀 小赫得是 小赫得做一个走锅 大必须的 好 那接下来这道问题 我觉得哈 各位我已经准备好了 请问 时代少年团的双十一必团好卧室 太刺 太刺 褲色黄串色 西草凝珠 我们在七一点 我们在七一点 我们就是太刺 三二一 我们俩轻易走 太刺 西草凝珠 我真的不够 这个定格非常棒 那个盾子也非常棒 拉满了 效果 太刺 十代少年团双十一必团好物 就是我们的太刺 洗衣明珠 好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刚刚就看到了 这一轮啊 我们看到了生活当中不一样的少年们 相信现在在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 通过之前拍摄的广告大片能看得出来 我们对小炸在生活当中啊 其实也是时尚感MAX的穿搭达人 包括刚刚讨论到衣服的颜色的时候 会搭配颜色是一个非常棒的技能 然后会买衣服 知道什么衣服适合自己 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人必备的基础素质 对不对 那接下来 我们完成了这个墨西大考验 就可以领取我们的第二张拼图啦 真的吗 真的 好神奇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这个拼图还一拼我就拼上了 太强了 一定是缘分 一定是特别的缘分 对 我们现在看 慢慢慢慢的这一张 一定是特别的顺序 我今天晚上觉得我可能也才十五六岁的感觉 和你们在一起太开心了 我们觉得那个 自信一点 自信一点 把觉得去掉 我今天晚上十五六岁 今晚也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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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十五六岁 对 你们凭什么Q主持人的流程啊 好 来 刚才我们说完了 你们很有这个时尚感 我们很好奇 平时你们的私服都是什么样的风格 今天我们趁此机会来考一考 你们在不同场景之下的时尚穿搭 让我们的这个帮影话语都学习起来 好不好 第一个场景就是 刚刚我们说到了 每个人都特别喜欢吃火锅 今天是一个火锅聚会 比如你们相约一起外出吃火锅会怎么穿呢 一身白 一身白 太有默契了吧 现在默契大考验吗 看白了 好 接下来 对 刚才说到了 这个穿白色 我们也可以拿这个护色防穿色的这个 薰衣草洗衣凝珠 太字 就可以轻松 帮我们一次解决一整桶脏衣服 而且完全不用担心穿色 来 接下来第二场景是外出旅行 各位又会选择 一身白 一身白 我的天哪 好恐怖 你们都穿一身白 那我一身黑 不行 那体验不行 一身黑不行 五眼六色 粉色 粉色 哈哈哈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个场景 就要问一问了 舞台演出大家会穿什么呢 一身白 一身白 今天就把一身白玩到底 好嘞 我们就是玩白色了 好嘞 今天直播间当中 什么都是一身白 也是啊 什么也确实穿一身白 但是我除了裤子 除了裤子 是我们的太字色 我这还真是一身白 一身白 这不是白 但你的袜子是我们的太字色 那不是经典吗 这不是经典 是不是 因为我们说到 其实是用太字的洗衣凝珠 不管是刚刚说到的浅色衣服 还是说深色衣服 我们混在一起洗 其实它都是护色 防串色的 用的太字 护色防串色的洗衣凝珠 就能够有效的互衣互色 那请问 我们各位少年们 谁可以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一定要把这个拿到手上 请问谁可以来为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洗衣凝珠 它的正确使用方式呢 谁 马哥 我来 马哥来吧 马哥 马哥 加油 马哥 马哥 小心 小心 一定要自信 自信 把缝拿出来 谁卡卡 请开始你的发言 加油 在使用太字护色防串色 薰衣草洗衣凝珠的时候 一定要先放衣服 来一遍 对 发言 扣分 我把主人教导我终于维持它的积许 再给你知道一次機會 这得扣分 在使用太色,护色,防串色,生衣草洗衣凝珠的时候 一定要先放有病 う 有道理 我懂了 再放洗衣机 放オ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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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オ 面词洗衣机 再把衣服放进洗衣机,再启动洗衣机,这样就完成了。 怎么回事? 在干什么? 小妙招 刚刚说的其实非常简单,我们先把这个凝珠放进洗衣机,然后把衣服再放进洗衣机,然后把洗衣机门关上,然后按下开关,直接开始洗衣服。 大家说教导老师说的对不对? 对,你看你们刚刚把小马哥逼得人紧张的呀,本来脑子里流程全清楚,结果被你们一带,傻跑了都跑了,要到第二遍说得非常清楚,刚才我们为小马哥鼓掌好不好? 马哥真棒,马哥真棒,说到这款洗衣宁珠不仅改变了我们传统的洗衣方式,而且我们桌子上都有一颗,我们可以拿起来看一看,颜值真的非常高,而且拿起来,发现这个味道也非常好闻。 这是我天天见的那个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项时尚考验了,现在都已经拿在手上了,既然都已经准备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考考大家,七位少年,要用不同的动作比心,拿着这个凝珠,要用不同的动作比心,而且动作一定不能重复,所以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爆米花们,要准备好截图来记录这个好玩的时刻了。 没有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好,那我们从小马哥先开始。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我先来。 我要用这个的,被马哥用了。 这个厉害了。 这个可以。 这厉害。 厉害。 是帅的。 是帅的。 这个有意思。 好家伙,好家伙,来。 好家伙。 第二个。 来,下一个。 小丁老师。 丁老师。 不一样吧? 没看到吗? 哦。 哇。 丁哥这个是有技术难度的。 哦。 所以,厉害。 是。 好。 老师,拍好了这个。 我们都已经截屏结好了。 来,下一位。 啊? 这是? 老师嘴是一个爱希。 哦。 厉害。 这有东西。 纯路人。 这就是艺术。 太丑了。 好。 老师拍好了吗? 老师拍好了。 好。 接下来。 这位纯路人。 要问。 纯路人给大家展示。 好。 都在挑战。 对,对,对。 你突然会使用手。 你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吧? 你是艺术家吧? 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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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 男人员。 哎。 比心这种声。 哦。 高难度。 是。 怪不得人刚刚就说了。 这个天天见。 这个宁珠。 天天见。 对不对? 但是我们比心的时候要提醒大家。 我们这个宁珠要离嘴巴稍微远一些。 离嘴巴稍微远一些。 说得对。 说得对。 对不起。 我来看对不起。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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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接下来。 我们看一看。 我不比心。 不比心。 我把心给大家。 哦。 哦。 厉害。 厉害了。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来。 穿一穿。 你们注意一下小贺钱的表情。 你看看他。 你是不搞一个高难度出来。 能行吗? 别把自己绕着了。 对。 到时候手指打结了。 你这啥? 这不是用过了吗? 哎呦。 这个心不能说一模一样。 只能说毫无相干。 哎。 有东西。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 快给哥特写。 哥。 手要麻了。 快快快。 是心啊。 是心吗? 是。 是。 小贺这个比心有点东西的呀。 有点东西的。 每个人刚才都比了心。 用我们的这个洗衣灵珠。 用太字的洗衣灵珠。 而且都是不同的方式。 我相信各个暴敏花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那图结的是一个一个的。 我知道我们实在上前团是表情包大货。 今天这个直播以后为大家输出了很多很多。 请大家珍惜现在好好去做。 今天晚上发在他们微博前排。 也可以爱透我们的太字官方微博。 好不好? 刚才这个比心比完了。 你的时尚大考验。 就要把你看最重要的这块来贴一下了。 好不好? 真帅。 真是中间这块。 这是我吗? 陆仁,请问这是帅哥吗? 嗯,你说这是帅哥也不能说一模一样。 只能说毫无分别。 毫无分别。 有问题了。 学会了。 好,这是我们刚刚给大家送上的第三块颜色拼图。 这次让你们为太字拍摄的广告大片。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角色分配。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好像已经第四次了。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角色分配。 想问大家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 或者说对自己在大片当中扮演的角色。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吗? 马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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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一遍。 其实这次拍摄感觉特别有意思。 因为其实大家都有很多自己,除了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以外, 有很多想尝试的东西。 然后这次呢就是满足了我们自己的这种小小的心愿。 每个人都尝试了自己特别想尝试的东西。 所以这次拍摄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意思。 嗯,是。 我们再来看一看丁哥。 啊? 是一次非常难忘的拍摄体验吧。 嗯。 因为每个人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特别多的困难。 对。 但即使再艰难也要保持初心。 对。 嗯。 说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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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这个参加节目什么的,对吧? 都会有一些更深刻的体会。 来。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丁哥。 丁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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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您。 你觉得怎么样? 很棒吗? 开心吧? 挺棒的。 开不开心。 你觉得虽然. 虽然。 还是过程中。 什么? 哈哈, 是帅的是帅的。 是帅的。 是帅的 不行 不行 你就是 迷的 迷的无法自拔 因为兄弟好住眠 所以现在闻到以后觉得整个人心情 扮演的角色 我扮演角色 就是你在短听当中的角色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 乐器手 对 可以说是在炮在音乐里 炮在音乐里的 就是弹奏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 说到这个炮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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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棒 点赞 厉害 再来我们看耀文 其实 其实我感觉最近 他 不是大家 就是我 我觉得我长大了 长大了 因为我 其实 用了这个是什么 因为用了这个 感觉成长得更快 就是因为 每天都香香的 感觉自己 其实还是会长大一点 就睡得好嘛 对睡得好 然后就会长高啊 以及就是 就是心里素质 都会有 哦 是这样的 然后其实 跳舞都更有力气了一些 我在这个 大片里面 你猜我是人啥 猜猜 猜猜 应该是个全能舞者 你不知道 答对了 点赞 我奇了 对 然后就是 这次 找的就是那个全能舞者 就是希望 就是以后也能尝试 然后駕馈各种各样的风格 是 駕馈各种各样的风格 那这个全能忙内 我想问一问 这个女团舞 所以呢 喂 他洗衣服 我也有... 好 可以期待一下 接下来,我们团队的快乐输出者张正元同学来分享一下 我还是给大家讲讲我饰演的 我饰演的是一个会摄影的歌手 但是这个摄影吧 它是专门拍队友的那种不经意间的表情包 好玩吗? 开玩笑,其实就是记录一些很美的照片 记录一些很美的照片 特别是每天晚上,回去洗了衣服之后 要拍一下那个时刻是吧 对,拍了一张照,证明我每天用她洗衣服 真的吗?那我看你上次没有怎么办呢? 有,真的吗?明天回去就发给你 发不完,他的手机那里 每天发一个微博,今天我用了 今天我用了,今天我用了,今天我用了 今天我用了,今天我用了 连续的都有 苦衷生活当中兄弟们的每一个笑容 对不对?去把这些生活当中精彩的 这些瞬间都把它记录下来 各种色彩,当然本色不改 对不对?对 好,很有想法 那接下来我们要问这个浩翔平时的游戏王者 你一出场,都是这个无限猖狂这些话,对不对? 不是说啥王者,就是运气好那么一点 每次都能他们其差一招,输我一招,对吧? 但是呢,我其实是在那个短片里面 就是一个就是唱作人,就是自己写 自己写歌,自己唱歌,对 对,因为就是,还是希望以后的自己可以熟练的掌握 做此作曲的一些技能 然后我自己也是更希望能做出 含有自己浓烈风格的说唱音乐 含有自己的浓烈的风格的一个说唱音乐 我觉得特别好,专注在自己的业务当中 并且对自己的未来其实是有清晰的规划的,对不对? 好,接下来 让我们看一看永远古林精怪有想法的小赫同学 小赫 我啊 嗯 笑什么? 我可以猜一猜吧 你猜猜 猜不到 你们肯定猜不到 不会是 女团我大使吧 那这个不能吧 换一个换一个 那就是 还没出来 那我大知道了 MC 我知道,我看过你的短片 但是 还是张哥 我得跟他说 懂了 拋个梗 对 好家伙 真贵 我听说是不是要准备讲我饭了 让我这么久没讲话 你在这个短片里面饰演的是 一个 MC 我说这句话的底细都很小的了 主要是旁边 有一个 我拍一会 没事没事 你可以站到我这个位置上来 停 算了 我把这些 今天这个怎么一个机制 你帮我读一下 没有 当然 我觉得刚才他们跟我说 你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MC 这个 我们上里面讲述了各种各样 自己饰演的角色 而且 都说了每个人 其实自己的真实的想法 我觉得这个特别棒 我们去各种的尝试 不断地去创新 不断地去突破自己 当然到这儿 我们要再次解锁第四张颜色评图了 又来了 我们看看 这张是在这里的 对不对 好巧 怎么这么巧啊 巧不巧 你看 下半面已经全部都已经好了 对不对 好 那少年的梦想太子来守护 这次太子还给时代少年的弟弟们做了非常精美的徽章 有这个柴犬啊 猫咪啊 刺猬啊 老虎啊 绵羊 还有狮子和熊猫 非常非常的可爱 那么想要获得的爆米花 可以下单我们的太子 护色防串色 薰衣草洗衣凝珠 十九颗装 单盒 二十九块九每盒 限量前六千单 买三盒再送一盒 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次限量的前六千单 买三 送一 送明信片 送贴纸 还送我们的这个刺绣贴当中 任意选一个 给大家 也是给大家的福利 要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时代上林团 以及太子的支持 当然同时也提醒大家 我们的这个主品赠品 是分开发货的 所以要耐心等待 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 我们看一看 在这个 我在 直播间当中 评论区里面 看到的大家的这个 留言 基本上全是 哈哈哈哈 我觉得这是你们给我们 带来的就是 很棒的一种力量 就是每一次看到你们 会觉得特别开心 会觉得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在 这个 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遇到那些很烦恼的 烦心的事情 看到你们好像都烟消云散了 我觉得这是特别 谢谢你们的地方 那接下来 我觉得还要为大家 来某一个福利 作为唱歌 非常好听的男团 不知道今天 有没有机会 在直播间里面 听到大家唱歌呢 那肯定可以 那可以 那你们要唱的是 爆米花 有叫爆米花 有叫爆米花 等一下 整齐点整齐点 来 来 教导主人这边 准备一个手势 看我的手势 来 三二一 要唱的是爆米花 好 来 我准备啊 三二一走 我们今天就像电影 刚好遇见爆米花 贪心的我把这可口都吞下 又好像冰淇淋 刚好遇见了盛夏 加倍的想填在心里面 满满的融化 哇 好好听哦 把好听打在公屏上 好听好听 然后我听到最后还有和声也在唱 而且唱得非常准 就是真的是现场的清唱版 我觉得太好听了 继续加油 未来可期 这四个字 是今天一定要在这儿送给你们的 我要请各位爆米花 一定要继续的pick我们的这个宝藏男团 因为我们平时在做节目的时候 也会推荐你们的歌 包括像相遇啊等等的 我们都非常喜欢听 哦 我今天在现场见证了你们的这个歌唱实力 以后还会多多推荐的 好不好 也希望你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这一张我就得考虑考虑了是哪边 哦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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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我们的中间这一张 又解锁了一张 来 接下来 要考验各位少年们 实力带货的时刻了 挑战升级 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游戏惩罚 我们会提供给大家一些关键词 每一位要在一分钟之内 用给出的众多关键词来造句 谁用到最多的关键词即为获胜 其他成员将随机抽取惩罚内容 这么强吗 关键词已经在我这里了 我感觉一分钟 我能说 《时代少年团》成为粉丝 入股不愧 《时代少年团》成为议员 好不好 来 我们请一位工作人员 在旁边把这个牌子举一下给大家看 今天我学习了这么多 这么多 这么多 来 举一下给大家看 我来记录一下大家 不可以用的是多少 你站这里 好 那《时代少年团》呢 OK 来 还是小马哥先来呗 我来给大家记录一下 到底是多少 好 来 好 小马哥先 就是看谁说了多白 一分钟吧 呃 好 我们看看小马哥会造出一个什么样的 我们的句子呢 本色不改 入股不亏 《时代少年团》 《on fire》 《极夜》 《洗衣机》 《火锅》 《粉丝》 《撒娇》 《一颗》 《颜色》 《多彩》 《太字》 《凝珠》 《衣服》 《爆米花》 我感觉我成了 我感觉我迷了 我感觉我迷了 随便不用全部 对 没关系的 《有什么》 我感觉我感觉我感觉我肯定的 一摹 一颗太字 薰衣草 没有薰衣草 一颗太字 洗衣凝珠 就可以 撒娇 撒娇 一颗太字 洗衣凝珠 就可以洗完 就可以洗完时代少年团 所有的 颜色多彩的 多彩的衣服 一颗太字 洗衣凝珠 一颗太字 洗衣凝珠 就可以洗完时代少年团 颜色多彩的衣服 对不对 用到的一共是 123456 6个 没数错的话 7个 一共是7个 好 来 下一位 我可以讲个故事吗 太棒了 真的吗 试一试吧 来 今天我们走在大街上 看见前方的屏幕上 打着十代少年团 onfire 这个tag 然后我就看见 这个荧幕下面 有粉丝 在旁边吃火锅 然后他又随手掏出了一颗太字 凝珠 放在了旁边 他说我今天穿的颜色多彩 用了太字 洗衣凝珠 就不再怕的 哇 看来讲故事是一个 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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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我没数错 还跟123456789 是9个吗 9个 好 来 我们接下来一位 先试一试 十代少年团 录完 onfire 然后 非常辛苦 去火锅店吃火锅 然后点了一份粉丝 然后 还可以这么用吗 原来是这么用的吗 可以这样 点了一份粉丝 然后 还点了一份 小吃爆米花 然后 突然 因为他们要去吃火锅 所以他们穿了多彩的衣服 颜色很多彩的衣服 然后 一不小心 弄脏了 回到家 少年们 丢掉洗衣液 拿出一颗 太字 护色 防串色 洗衣凝珠 丢进了洗衣具里 然后再放衣服 然后 再 继续洗 然后 然后 丁哥说了一句 入股不亏 本色不改 哦 哦 这个也可以 你这个全满啊 来我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 除了撒娇 十三个是不是 太厉害了 来来来 十四个 嗯 十三个一共是 来 接下来 嗯 嗯 没关系 第一句话怎么开头 嗯 嗯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个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爱撒娇的爆米花 我是时代少年团的粉丝 自从看到他们的安法之后 我想对大家说一句 祝不不亏 那天跟自己的姐妹 在楼下火锅店吃火锅的时候 听起来好大 你有没有跟自己的兄弟 在楼下火锅店吃火锅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穿了 我发现自己穿了 哦 我发现我跟我的兄弟都穿了非常 颜色 多彩的衣服 嗯 我在音频上看到 我的时代少年团 你的 你的怎么又被你 我是粉丝的视角 我的时代少年团 他们代表了太字 喜宁明珠 当时就想要 我一定得买一个 那我肯定是作为粉丝 粉丝我得买一个 当时就是把油全部建在身上了 是油全部提粉丝 我又试一下 你可说是打烦了吗 有想 当时我把油全部建在身上了 然后我就想试一下 回去把衣服 就看能不能洗掉啊 我把它放进洗衣机里 你扔掉洗衣 当时看到我那个 蓝玉 当时我看到我那个 洗衣机 当时我就丢掉了 因为我有洗明珠了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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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继续继续 当时我就丢了一颗 蓝玉 然后说了一句粉丝 说了一句粉丝 不敢 耶 你不可以说了吗 你刚才都用到了 是不是啊 有撒娇 有撒娇 一来就撒娇 你不可以说了吗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约文 约文 我就问你一句 后悔吗 早知道就不编这么多了 对啊 后悔吗 后悔吗 我跟你说 我们从一开始一句话 到后面的一个小段落 对不起 后面的散文 到现在的故事会 行 我们现在来看看张真元该怎么发挥吧 我很简单的 好来 今天论文 真元童话 有一天 跟徐大少年团吃火锅 最小心把太子扔到火锅里去了 嗯 发现火锅被洗得一干二净 哈哈哈哈 这也是一个厉害的人 很无常 很决定 很决定 于是我就决定 不吃火锅了 回家煮了桶爆米花 啊 爆米花 然后爆米花 它爆了 哈哈哈哈 那个油呢 就溅了一身 我就觉得 很伤心 然后就 买了个洗衣机 但是我看到那儿的洗衣液 我说 不行 还得是洗衣灵珠 所以说呢 关掉了旁边 放着少年onfire的电视机 把洗衣灵珠 甩进了洗衣液里 洗衣机里 洗衣机里 你可真逗 我就不多说了 觉得 本色不改 听啊 记录生活 不 心愿本色不改 哈哈 哈哈 这真是一个好人 真是一个本人 真是一个本人 接下来 我的开头跟要文有点像 我是一个爱撒娇的粉丝 看了少年onfire之后 我发现时代少年团 时代少年团 入股不亏 他们最近代言了太字 不用洗衣液 只需要将一颗洗衣 凝珠丢进洗衣机里 就可以将颜色多彩的衣服 洗得干干净净 我还有啥没说 爆米花们 再也不用担心 吃火锅的时候了 吃火锅不能穿百次的衣服了 他们的颜色是 心愿本色不改 厉害 可以 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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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 你看看 激动的手都掉了 激动的手都掉了 丁哥 不好意思 我来帮你剪 我来我来我来 好来我们接下来 小柯 我来一个语速快的语言通讯 试一试 来了啊兄弟们 有一天 一个生活多姿多彩的爆米花 去吃火锅 他是时代少年团的粉丝 这天呢他吃火锅的时候 再点开少年onfire 看时代少年团撒娇 正好呢 他的衣服颜色穿的非常的多 但是他看到他们撒娇的时候 就整个人一激动 直接把那个锅直接陷到自己衣服上面 然后呢整个油就倒在自己衣服上 然后去医院了是吧 那个锅还没烧开 但是那个油已经进满了 对然后 他把油倒在身上了之后 就大吃了一斤 这怎么办呢 我的衣服都这样被弄脏了 后来他突然想到 诶 十代少年团 他们不是代言的太字吗 我想起来 他们代言的那个洗衣凝珠 那洗衣凝珠好用啊 他就马上回家去把它 刚刚从那个网上买的200箱 洗衣凝珠打开了一盒 丢下了一颗在洗衣机里面 然后开始用 刚刚好还把 他其实把它洗液用完了 然后正好他又买了200件 一下子就开始用上了那个洗衣凝珠 后来他发现这洗衣凝珠真的是入股不亏啊 真的是印证了他们的那个slogan 心愿本色不改 好 太棒了 用了13个这轮 今天我们看看现场刚刚造句 弹幕里面是这么说的 这轮为什么又尬又好笑 刚刚就又尬又好笑 大家在这个弹幕里面都是这么刷的 都是哈哈哈哈 真的尬吗 我觉得挺好笑 都是狠人因为 好笑就不尬了 今天现场这么嗨 那正在观看的爆米花们也很给力 我们刚刚看到点赞量啊 非常非常多 刚刚工作人员举题板告诉我说 太子又要为爆米花们加赠福利了 带话题时代少年团的生日轰趴 晒单并且爱同我们的太子官方微博 太子微博不仅会抽出七位粉丝送出签名照 还会抽出七位幸运粉丝各送一份 时代少年团的周边礼包 会随机赠送时代少年团 太子周边定制的明信片贴纸或者是刺绣贴 我们的中奖名单将会尽快地公布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太子官方微博 对 那么在游戏之后 我们应该会接受一些赞美 这里有一条爆米花们 对你们说的这个彩虹屁 我觉得写得非常好啊 我来读一读给你们听 好不好 请摄像老师来捕捉一下少年们对财虹屁的reaction 来准备好啊 准备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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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大实话讲出来干嘛呢 还有 若亲眼见这七位少年 只有一句话可将心中之感开阔 少年迎风而来 宛如千树花开 掌声在哪里 好久没听到这么爱说实话的人了 好啊 我真的 我觉得在所有的爆米花 心目当中你们是拥有多面本色的元气少年 而且我们的爆米花 你刚刚看那段话真的是才华横溢 那直播刚开始的时候 也提到了我们在天猫许愿吃抽取的粉丝的心愿 马上时代少年团 就要来为这位小可爱实现心愿了 心愿就是请我们的少年们 来一波逆应援和粉丝们 来说一说你们想要说的话吧 哦 可以 我们从 要不然 倒着来一下 喝 可以 谢谢大家支持吧 你要不然就直接总结一下 总结吧 总结吧 总结一下吧 大家想当什么 行吧 来 其实非常感谢今天能够 能够在这里 在太子的直播间 然后让大家能够见到我们 对 然后感谢 这些 的支持 的支持 然后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 然后为太子庆祝 有生日 对 然后我们其实呢 也要特别感谢 爆米花的支持和爱意 对 然后我们其实还是 新人 新人 对 我们还是要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包容我们 多多支持我们 然后能够经常看我们 对 然后我们会继续加油的 好的 冲啊 保持初心 本色不改 嗯 爆米花们的支持和爱 我相信我们的少年们都已经收到了 同样被抽中心愿的 还有一位小仙女 将会获得 时代少年团刚刚首签 新鲜出炉的 我们的太子产品礼盒 要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是我手上的这个 对 是我们刚刚签出来的太子产品礼盒 那接下来我们将会把最后一块颜色拼图 也要送给我们的这个 时代少年团 我们把它一起来拼上去 好吧 应该是在这 好 那你来拼这个 我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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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总需要面对挑战 一些挑战 对 好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 在观看直播的同时 也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福利 太子的新品 也就是刚才我们少年们提到的关键词之一 太子护色 防串色的薰衣槽洗衣凝珠 19颗装单盒29块9限量 前6000单买三盒再送一盒 要告诉大家的是 这次限量的前6000单 买三送一 送明信片贴纸刺绣贴一整套 也就是给大家的福利 刺绣贴我们是随机发送的 我们要谢谢大家对时代少年团 以及对太子的支持 那这个我们拼出了太子25周年 你们为他拍摄的这个大片 作为我们的品牌大使 那正在观看直播的报名画面 也见证了少年们和大家的多重互动 用他们多彩的美面完成的大片拼图 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 要帮助太子过25岁的生日 生日会必不可少的一环节 当然就是切蛋糕和许愿 接下来我们提供人员 把我们的蛋糕拿上来 来了 我们也请 吃蛋糕 吃蛋糕是不是 我们也请 来我们把这个蛋糕拿着 我们一起来祝福太子生日快乐 好不好 好的 来来 我说祝福太子25岁 然后我们 让你们一起来说生日快乐 好 今天是我们太子进入中国的25周年 祝福太子25岁 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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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太子越来越好 也祝福我们的各位少年们 未来星途坦荡 驾驭多彩 本色不改 各位 屏幕前的朋友们 今天的直播间来到就是赚到 我们还有一条非常有趣的少年们 拍摄大片的花絮视频 将要独家放送给大家 抢先观看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好 我们也要看 哇 哇 帅 帅哥 真帅 大家 哦 我只有 哦 我就我只有 不是 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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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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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geord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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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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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roads的? 店装进水 对对对对 我有两杯吗 对吧 我们喝了 丁哥 我福了 我福 谁 喝过去是谁 马哥喝一碗 我跟你说 我现在闻到这个味道 太难受了 Oh my god 我要返出了 马哥 马哥 一口门 一口门 是男人 一口门 是男人 一口门 一口就可以 一口就可以 干杯 我们要说要交杯 交杯呢 不太合适吧 来来来 本色不敢 一口就可以 马哥 厉害 厉害 好 宋哥厉害 厉害厉害 厉害 你知道吗 马哥就是因为你 他也一口 完成了两个任务 应该我们不管别人了 你这边出了两张撒娇的 我就一张 来 撒个娇 哇 丁哥撒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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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看 学习一下吧 学习一下 大家以后现场能用的 入股时代少年团不亏 大家一定要买太子哦 哦 你要摇的那种买太子哦 好 来吧 可以吗 可以吧 快过去了 过去了 听到没有 好 来 下一位 我们张正元对不对 就该啊 对 我是半丑鬼脸了 你也是吧 我那个先学习 学习 要不你俩一起 一起来吧 我觉得可以一起 我还想找个示范呢 其实我想让教导主任示范 对 教导主任 教导主任这边 哈哈哈 哎 哦 哦 你先进来了 我知道 晓鸥 你要是不超过我 你做MC可能就没什么希望了 我们还是学生 老师应该做的都比我们好 我们还在学习 那不行 所以说我们做不赢 老师是正常的现象 那咱们做一个 我们要不要合作一个 怎么叫合作 我被虎瓜汁就走了 真的 完成两个任务 来 我数321 准备好对视镜头 来 3 你准备做什么 我随便做吧 你是 他就是已经想好了 来吧 我不知道 我是怎么怎么 怎么怎么抽怎么来吧 来老师 我不会啊 我真不在 来 321 走 翻个白眼 哇 小霞 贺均印这是鬼脸 我第一次 小霞 321 这不行 这是卖萌吧 好 今天我们就让少女们先下班回去 还要再再一起提 各位继续加油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辛苦了 辛苦了 辛苦了各位 谢谢大家 帮我那边我那边就可以 走吧 咱们是真的很不错 现在要再次跟各位强调一下 我们所有的太兹产品的福利机制 这个双11在我们直播间一件事情挑个购 太兹素色防创色 顺依草洗衣荫 瘤19克装单和29块9 限量钱6钱单买三盒再送一盒 好